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首先第一步要佩戴一款有点混血感的美瞳 这个是眼妆的关键 下一步呢就是防晒 又是滋生堂的这个专科 就是非常滋润 也不是非常滋润 就是又滋润又好吸收这种 所以呢 它的SPF是50加 就是用了它之后就完全就可以不用用 妆潜入了 遮瑕那是MARS的这个遮瑕密 遮瑕密 遮瑕夜 色号是MANILLA 把一点涂在我们的黑眼圈下面 然后用手指轻轻地给它推开 主要我们把黑眼圈这根Z 勾给它遮住就可以了 粉底液呢 现在用的是兰蔻薄纱的这一款色号是P01 就这款粉底液呢 我觉得用那个沾湿的海绵蛋来上妆 会比刷子妆效料好 一定要轻轻地按压 定妆呢 还用的还是这个已经铁皮的这个粉饼 NARS的这款蜜粉饼CPB的粉铺 完美 再涂个润唇膏 我给它一点干 最后部分呢用的是这个黄油古铜粉 它这里面这个东西我一直都不知道 该怎么去用它 就是这块海绵的东西 它是用习惯用刷子 沾去一点点 它这个粉抖掉 连接我们的眼窝来修饰我们的鼻影 接着就是侧影 我的习惯就是定完妆 先给面部的轮廓做一个修饰 然后再画眉毛啊眼影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完全看个人的习惯了 连接发际线一定要记着 连接发际线往前扫 颧骨凹陷处啊 今天打算换浓一点 然后我们的修容要稍微重一点 眉毛的部分呢用的是 Anastasia的这个眉胶 还有一个makeup velg的这个眉刷 眉毛呢我还是先换眉身 先把眉尾的描出来 先把眉尾的描出来 先确定眉尾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眼影用到的是 Huda Beauty超美的一盘 看里面的偏光我已经醉了 超美 那我们用这个颜色给眼皮做一个打底 接着呢带有紫色的这颜色 从我们的眼皮的后半部分进行预染 预染的手发呢就是不停的打圈 然后往前 接着呢就是下眼影 记住上眼影画什么颜色 下眼影就画什么颜色 之后的眼妆会比较有层次 接着我们再用更深夜的红色 画在你前面范围更小的地方 还是一样打圈蕴染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 比较生活化的这种教学视频 就不是特别专业的背景啊 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觉得画出来好看就OK 假如你们喜欢原来那种比较正经一点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我会去改进的 就是在原来更小的范围内去加深蕴染 好往前 还是一样 上眼影画 涂什么颜色 下眼影就涂什么颜色 画在我们前面范围更小的地方 我们证据最深的这个颜色 画在比前面更小的范围内 范围对 还是一样 进行打圈蕴染 是用最深的那个颜色来画下眼影 在范围更小的地方 记住呢还是要拿小一点的蕴染刷 然后将下眼影也要轻轻的给它 晕染开一点 还是一样要准备 把干净蓬松的晕染刷 然后再将我们的眼影 给它边缘晕染干净 让整个眼妆看起来更加的漂亮 这叫什么 苍蝇 苍蝇色偏光 叠加这个紫色的偏光 试一下 这种亮片色还是用手指来上会更好 涂在我们的眼皮中央 太美了 接着呢我们把手指擦干净 再用手指沾取这个超美的紫色 涂在我们的眼皮的前半段 用这个紫色来体谅一下我们的眼皮 下眼影的前 下眼影的眼头发 眼影部分搞定之后就是眼线 像这种比较浓的眼妆 一定要用黑色的眼线才压得住 接着呢就是夹睫毛 睫毛打底膏和睫毛膏 这个是美宝莲的这个高跟鞋 它效果很纤长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会晕 会晕 但是它的效果真的很好 但是它会晕 就是眼妆我想让它更干净 我会用遮瑕来修饰一下边缘 脚红部分呢我只想用一点点淡淡淡的粉色 用的是See My Secret的这一块 淡粉色 这个牌腮红 但是在国内也是买不到 反正就用类似的淡粉色就可以了 只要存在感不要太浓 轻轻地打在我们的颧骨的 上方一点点 八字型万能型打法 八字型打法 我只要一点点腮红的气色就OK 接着就是高光 超级漂亮 它那个光泽感简直很细腻 轻轻地打在我们的 马上 你就是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个灯泡 口红部分呢我用的是大概已经有几百年没有用的Diva 一个姨妈色 这边 我也要换一个口味 换个造型 Diva在我心中还是非常美的 现在我要换一个造型 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